哈喽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這項手作 我是Zoe 時間過得好快哦 已經9月了 9月呢 是學生族群的開學季 今年上半年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改變了我們生活方式 那最近呢 逐漸回歸到正常生活 我們可以透過準備一下 開學和職場必備的文具 來當作是收心操 重啟新的生活 這次呢 真的非常感謝貧困的邀請 讓我來分享 我的開學文具用品有哪一些 那我要先好好地介紹一下 Pinkoi到底是什麼呢 Pinkoi是亞洲領先的設計網站 你可以在網站上面 找到來自世界各地 有質感有故事的創作者的作品 每一樣呢都具有獨特性 能有一個這樣子多元化的平台 讓創作者的想法 被更多人看見 真的很感謝Pinkoi的努力 好 那我這次呢 選擇了六個品牌 包含了韓國 日本 台灣 西班牙 美國的文具用品 那這些文具 每個都很特別哦 都不是在一般的連鎖 文具店可以找得到的 那今天影片的最後會有抽獎哦 詳細的抽獎內容 會在影片的最後告訴大家 Pinkoi的開學季 有超多樣的優惠 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也可以到底下的資訊欄去查看 那我們現在就一間一間的來介紹吧 首先第一間是來自韓國的品牌 我覺得韓國的文重品牌 都做得非常有特色 比方說 我之前介紹的 大創聯名水晶鷹章 就非常的搶眼 這間韓國的文創品牌 叫做Romance 他們家的產品角色有很多隻 顏色搭配 很大膽 鮮豔 臉部有種迷茫的感覺 眼睛大大的 讓人家忍不住想要揉它 那我選了這些 都是開學必備的文具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看了心情就會好的 長午餐兄弟吐司造型鉛筆盒 這個我打開之後發現 它的品質也太好了吧 整體都是矽膠的 細節的部分呢 眼球 嘴唇跟雀斑都是突出的 真的會一直忍不住想要去摸它 它的拉鍊的地方呢 也很順喔 我們來試試看 可以放進去幾隻筆 那我要來放 傻拉傻的Clip 中性筆進去看看 大概放到12隻左右 是最剛好的喔 那它的最上面呢 還有空間可以放一些橡皮擦啊 或者是修正袋之類的 好 除了這個一般的吐司版本 它還有黑色的烤吐司 放圖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兩個都超可愛的 接著呢另外一款是 早午餐兄弟吐司造型筆帶 這款筆帶 跟剛剛的材質和大小都不同喔 它更大一些些 整體呢 是用棉所做成的 它的眼球 嘴唇的細節 是用棉線做成這種 砰砰的效果 超級喜歡 這款的容量 更大更大 打開的方式呢 是在背面 有拉鍊 可愛的程度 真的是不在畫像 因為它的容量很大 所以呢可以比剛剛多裝到8隻 最多可以裝到20隻左右的 SALASA CREEP中性筆 大家看看 這個真的是魔術大空間啊 好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鉛筆盒系列 大家喜歡哪一款呢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 他們推出的原子筆吧 一隻呢是50元 不算便宜的價格 它有兩個系列 分別是0.38的可愛造型原子筆 那這一種呢 就是0.38mm的簡約原子筆 他們筆館上的花紋真的很美 可愛造型呢總共有4種 我特別喜歡這隻 藍紅色配色的 簡約造型的原子筆 圖案總共有10種 有輕輕揉揉的風格呢 也有強烈的撞色風格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寫一下吧 我覺得它墨水寫起來還不錯耶 裡面的筆心呢可愛版跟簡約版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真的覺得這支筆的造型很可愛 不過因為我的手比較大還有手汗 這種細筆管的呢 以及手指固定的地方 如果沒有指滑的矽膠的話 筆會一直離我而去 不過它的細節和配色真的做得很不錯 擺在桌上就好有feu喔 接下來這個品牌我想應該是 學生上班族人人必備的文具 就是日本的KOKUYO啦 這三樣文具呢都是我官網已久的產品 第一個有兩用精能剪刀黑色 第二個是KOKUYO的瞬間膠 最後一個呢是KOKUYO Campus雙收納資料夾 好這一款兩用精能剪刀 這個真的是網購人的必備單品 它同時間兼具了剪刀跟開箱刀片的兩種用途 包裹開箱的時候如果用剪刀會很難把它拆開 用美工刀的話又會很害怕傷害到商品本身 KOKUYO的兩用精能剪刀一把就可以搞定 我們立刻來拆紙箱看看吧 大家可以看到刀片上方有黑色的塑膠 以及手把上有個按鈕 這兩個呢手指頭固定在這兩個地方上面之後 就可以看到前方的刀片會夾緊 尖銳的刀片呢就會露出來 可以達到美工刀的效果 連包裹上面最難撕掉的標籤呢 都可以輕易的清除 它還有附上蓋子可以把它收納起來 超方便的 第二個是KOKUYO GURU瞬間膠 KOKUYO的年膠系列很強大 從2014年獲得文具大賞第一名的GURU口紅膠 到好年便利貼都有 這款呢是瞬間膠 它共分為液狀和凝膠狀兩款 它們試用的黏貼材質不一樣喔 灰色包裝是液狀的 它追求的是極速的黏貼 適合的材質有金屬和硬塑膠 而紫色包裝的是凝膠狀的 適合黏貼的材質有塑膠、金屬、合成橡膠、木材跟陶瓷膠 而我選擇了灰色的版本 因為我常在做小書的時候呢 會經常使用到金屬的裝飾 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我之前所做的小書 我真的覺得它的外型很出色耶 跟一般小時候看到的三秒膠差別很大 它這個包裝的設計呢是封閉式的蓋子 讓裡面不會乾掉 它的膠在剛塗上去的時候會是紅色的 讓你確保你點的位置在哪邊 不過呢過了15分鐘之後就會消失囉 那我們就現在來立刻測試看看吧 它的頭呢可以讓你擠出非常細緻的線條 好 我把它塗在我的金屬裝飾上面 那過15分鐘之後來看看它會變得怎麼樣 好 這張圖呢就是它15分鐘後的樣子啦 耶 最後一個就是學生最常會使用到的資料夾和筆記本 大家拿到講義的時候呢 或者是公司的資料的時候 大家會選擇放到專門收納的資料夾呢 還是會夾在筆記本裡面呢 不管放到哪裡都有優缺點 可苦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居然把資料夾跟筆記本合併耶 其實它真的還蠻有創意的 居然只是把我們合併也是一個全新的產品 不過這個資料夾的設計呢也是相當的別出心裁 比方說呢它可以直接把筆記本的其中一面插進去 直接當作是封面 右邊的資料夾打開呢 左右都可以插入文件 空間真的非常的足夠 有了這個之後呢 就不怕資料會東丟一張西丟一張了 接下來這個品牌呢 是我這次最期待的文具 這間叫做文化實驗 品牌思想呢是將舊品 再循環對環境友善的新物品 傳達物盡其用的理念 保留台灣生活文化痕跡的同時 由於大家共同重新思考 生活中物品的價值和意義 我選了這三項 這三項呢我想不論是上班族學生也好 都是生活中必備的用品 第一個呢是手搖飲料必備的飲料提袋 大家有看過用衣服袖套做成的提袋嗎 這真的是太酷了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衣服喔 而是學校的制服的袖子 看起來呢這個應該是運動外套 沒想到做起來還是挺時尚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購買它的時候也可以自由選擇花色喔 大家看看這個裝起來 真的很棒耶好可愛喔 看到這個呢大家應該很想 把自己學生時期的外套做成飲料提袋對吧 它這個非常厲害 不論是有杯蓋或是沒杯蓋 或是環保杯呢都可以使用 接下來是將舊衣服做成托德包的配件組一路 這個概念呢是將二手就衣變成新包包 那它的包裝就是說明書 可以輕鬆簡單的做出自己的托特包 那我們就立馬來試做一下吧 它的教學真的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就是把你的袖子跟領口的地方剪掉 那我這件衣服的領口蠻平的 所以我就不把它剪掉了 接著呢把它翻成背面的 再使用它的配件其中之一 把衣服尾部的地方穿過去 接著呢再用另外一個配件套住 剛剛放進去的配件 再把兩個腳的地方呢用棉線穿動 把它綁起來綁緊之後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太簡單了 那大家可以選擇你衣服的材質 讓你的托特包變得有不一樣的style 像我這個是直條紋的 而且這件衣服的質感還蠻厚實的 所以呢我覺得做出來的效果也很棒 最後這一本呢是獲得IF德國設計獎的 2022手帳筆記本書一 只要簡單的幾個步驟 輕鬆裝定貼近自己生活習慣的筆記本 好的它的外包裝也很精緻耶 我很喜歡 打開之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配件有這些 這個是最外層的水洗牛皮書衣 右下角還有刻上我的名字好貼心 在購買的時候可以客製化服務 剛硬蓋上你要的英文字 裡面的穿線呢也是要自己穿的喔 還有附上說明書 你可以選擇三本綁法或者四本綁法 我覺得這個水洗牛皮紙摸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有彈性 接下來呢這個是額外的收納袋 等等呢會套在書皮下面 以及他們還有附上三種的內葉子 分別是32頁的橫條紋 32頁的格紋本 還有32頁的日曆 最後呢還有附上筆套 也是一樣綁在書皮上面就可以了 那組裝的過程呢我會省略沒有給大家看到 如果有購買的話 可以直接到他們的官方Youtube學習如何綁身 耶!我把他們組裝完了 我覺得插上筆之後整個架式都出來了 他們的書皮呢有預留很多的口袋 讓大家可以放東西 還有收納空間呢非常的多 這個是IKEA的便條紙 我覺得整體鬥牛皮色真好看 它最厲害的地方呢就是 可以將辦公室產生的A4單面的空白廢紙 對著而成為A5就可以無限的補充 或者呢你可以在官網上面下載它的內頁檔案 直接列印需要的數量 這是一本完全自由的筆記本 隨著你的使用習慣而生 第四間要介紹的是這個 先讓大家看看他們家經典的產品橡皮擦 大家有看過嗎? 在美術社一定會看到它 價格也超級划算的 它是來自西班牙的品牌MELANE 是西班牙百年的文具經典品牌喔 從1918年呢生產第一個無毒無香 不含塑畫劑的橡皮擦開始 我這次呢很想嘗試看看他們家的筆句 所以我選擇了幾款 很感謝MELANE的小幫手呢 多讓我嘗試的幾款筆類 第一眼看到MELANE的筆呢 真的有一種異國風情 造型呢不是台灣經常會看到的類型 有種奢華金屬風的貴氣 先來看看這個盒裝的組合 它的盒子呢可以反扣 讓它變成一個筆架 這一組筆的身上呢 充滿了金色印刷的集合圖心 非常的好看 它的筆桿材質是塑膠的 拿起來非常的輕 寫起來的感覺呢非常的滑順 它的筆頭是瑞士的滾珠筆頭 嚴選德國製造的油墨筆心 它的出細時度是1.0AM左右 它的筆桿跟墨水的顏色是一樣的 是不是很驚人 這一組呢是我這次覺得使用最驚奇的一組 外殼的顏色清淡是我最喜歡的色系 剛剛是金色印刷 這盒是銀色印刷 非常的質感 而且它的墨水呢超有趣的 完全無法想像 它的是螢光色系的筆心喔 一樣筆頭是瑞士產的滾珠筆頭 還有嚴選德國的墨水筆心 好的 剛剛的路線也很像的 這組筆呢 它是暗壓式的原子筆 外壳的顏色有璀璨藍 璀璨黃 璀璨粉跟璀璨綠 那裡面的筆心都是emm藍色墨水 非常正統的藍色油墨 我覺得它的胖胖筆身拿起來相當的舒服 接著他們還有相同造型的自動鉛筆 不過你以為它就只有這樣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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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錯特錯了 請看 它居然把下面藏在這裡面呢 而且呢 裡面用的是他們家知名的橡皮擦喔 橡皮擦可以拿起來 之後就可以把筆心放進去 這支自動鉛筆呢 握起來感覺非常舒服 它的外型呢 和一般市面上的完全不一樣 我非常的喜歡 好的 最後是手杖珠必備的0.4mm 極細細緻筆 我覺得它的筆感呢 符合人體工學 拿起來非常的舒服 它的顏色總共有10種 試色效果在這邊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很好看耶 最後一個是這個半透明的便利貼 我非常訝異 居然有這樣子的產品 半透明的設計呢 不會遮蓋文件的內容 可以用鉛筆 或是油性的原子筆寫上去 撕下來呢 也不會有痕跡 這款之後要好好的來試用看看 剛剛介紹了Millian的便條紙 剪接著我們來看看第五間日本品牌 Spice所推出的運動系列便條紙吧 它們呢 完全以運動為主題的便條紙 可以剛好搭上前陣子的奧運熱潮 我選擇了潘岩跟游泳的這兩款 其他還有網球啊 籃球 衝浪 貼在筆記本的側邊 非常的有趣是不是 這款便條紙呢 水性跟油性的筆都可以寫在上面喔 好 最後一間的品牌來啦 是來自美國的LIT 絕對是你沒有看過的筆記本 這款筆記本呢 獲得2020年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它特別之處呢 它是一本全磁吸式的筆記本 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看 因為它的構造很簡單 它的筆記本本身呢 和配件都是強力的磁鐵 你可以自由的改變組合 右邊這個呢 就是它的筆記本的基底 我們先照著示範圖擺擺看好了 它的配件中最大的那一塊呢 是名片夾 吸在左下角 它上面都是皮革的 非常有彈性 那次大的這一塊呢 是夾在右上角 最後這一塊呢 是可以把整個筆記本關起來的配件 就像是這樣子 那它的組合包裡面呢 還有附贈40張70g的內葉子喔 裡面呢 有日曆 還有一些to do list等等的 它最可愛的地方呢 是它最下面的地方呢 都有倒圓角 不會刺手 像左下角呢 你就可以把名片吸進去 它這個實力真的很強 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一個不太會收納整理的人的話 這本筆記本 會是你很好的幫手 那其實呢 它最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配件 也可以單獨拿出來使用喔 像是這個名片夾 單拿也很有質感啊 它的顏色呢 總共有五種 我選擇了經典黃 我覺得全黑色的也很好看 我選的這個版本 是基礎版的 不過呢 我更喜歡的桌上立架版 放在桌上螢幕瞭覽 有效提升工作和學習的效率 難怪它可以得到設計大獎 好 全部都開箱完畢了 那上述介紹的商品呢 我都會放連結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喜歡我介紹的南向文具喔 最後 是要來分享好康的時間了 平空裡的開學機有很多好康優惠 那詳細的內容呢 我會放在底下的字卡 大家可以截圖下來 掰掰 以及平空裡呢 有提供我的專屬優惠代碼 如果大家要購買的話 可以使用喔 最後是抽獎的部分啦 截日期到9月20號 會抽出三位幸運的朋友 送給大家平空裡的禮物卡 那平空裡禮物卡是什麼呢 平空裡的禮物卡就等同現金 在結帳的時候 輸入平空裡的禮物卡的序號 就可以成功的摺底掉囉 那要抽出三位 分別是 兩百塊的面額一位 一百塊的面額兩位 那很期待大家可以抽中喔 那抽獎的方式呢 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加留言 並且追蹤平空裡的Instagram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抽到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